内查了,然后最后是我 没能准时到 然后也没能给大家准时开整直播 在这个地方我给大家道个歉 对不住,对不住,好不好 希望大家理解一下 我是临时有一个事情耽搁了 然后刚刚十五都有一点不开心了 就是有一点点小失落 本来说好了那什么,然后做饭 我们给大家开直播聊天 边做饭的时候就可以 看看十五,让大家看看十五的手艺的 但是真的是 临时有一个合同需要签,然后没有办法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对,食言了,希望你们的理解 希望你们的理解,我们全评打一波理解吧 因为你叫我们全评打一波理解好不好 真的,真的不好意思 是我也给你说一声抱歉 那个菜可以放冰箱吗 只是今天让家人们等了 对,但这是 这是咱们第一次在这个 十五 的家里面给大家直播 我只是站住这里 这是第一次,第一次 家人们,我们全评把乔迁大喜打在公屏上好不好 乔迁大喜打在公屏上好不好 谢谢,谢谢 理解 我觉得我也挺理解的 虽然 就是刚开始确实有一点点就是有点失落 但是我觉得 我也理解,会理解 大家们,你们能理解吗 对,乔迁大喜,乔迁大喜 这是我们搬进这个新家以后 就是十五,搬进这个新家以后 第一次给大家开直播 也是这个家正式的第一次给大家见面 希望十五以后能在这里面 然后给大家多多的开播 然后跟大家多多的聊天 好不好 我们全评打一波支持十五 好不好 全评打一波支持十五 谢谢大家 满屏打一波支持十五 谢谢,谢谢 哇,十五天两千三百多人了 欢迎大家 我们全评打一波 晚上好吧 因为在这儿新家里面 我们今天要热到一点 然后我们把直播间氛围也 弄得开心一点 习惺一点 好不好 然后我待会儿有一点点 我也准备了一点点小礼物 就是说 不是什么 不是什么那啥 但是 有美好寓意的一些小礼物 刚刚我听超新买的那种 有个有那个 家人粉丝 等到 从三点等到八点 对,晚上好 晚上 哇,从三点等到八点 真的对不住 真的对不住 今天真的是因为我的问题 我在这儿再给大家倒一次线 真的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临时有一个合同需要去签 然后不是十五水了 大家 是我 我的问题 十五都 我把十五都水了 真的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好吧 谢谢 谢谢 然后我们也不说这个事情了 我们今天既然是十五 得新家首次跟大家见面 我们就全评把开心两个字 答在公平上好不好 然后我们把直播间点赞 数据往上冲一冲 先冲个小小的两万 可以吧 我等你爹等了很久 对不起 等了很久 真的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大家一直都在等着 对 开心 开心 对 对对对对 因为今天是一个值得开心的 我也买了很多菜 就等着 现在都放冰箱里了 然后师傅自己做了一个 你刚刚自己做了一个 对不对 我做了一个回锅肉 那个回锅肉 然后有一个那个黄瓜 蛋黄瓜 然后一个汤 都在说怎么没锅做饭 今天真的对不住 今天真的对不住 是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 好吧 我去把后面灯关一下 可以闪一闪 好 好 可以 没问题的 家人们欢迎大家 哇的天 直播间三千多人了 三千多人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这个新家里面 给大家见面 大家觉得我们这个地方怎么样 环境还可以吗 然后十五住着 就待会也采访一下 他在这住了一定两天了 然后今天我们也算是在这 给首次给大家见面 然后我们全屏 觉得这个家好看吗 如果觉得好看 就打一波好看 好不好 祝贺十五桥前之喜 对 今天是十五的桥前大喜 昏房好现了 不是昏房 不是昏房 今天这是十五第一次搬进这个家里面 啊 就觉得老不来 啊没事没事 那个时候调点问题 灯带的问题啊 啊 没问题没问题 我也不知道 好看好看 好看 家伙们那我们觉得十五好看吗 觉得十五好看呢 全屏也再次打一个好看 我们满屏的好看 给他刷起来 因为今天是十五的桥前大喜 啊第一次搬进这个家 跟大家在这儿见面 然后真的很开心很开心 是我 你觉得这儿怎么样 太好了 好的我都不能再形容了 好的不能再形容了 但就是我住着有点浪费 因为只有我一个人 然后这里有三四个房间差不多 三四个房间差不多 就可以就是可以好多人住了 然后我觉得可以跟就是另外一个 就是人他如果需要租房子的话 我觉得可以跟我一起住 然后给你房租费 不不租 这个这个这个房子不租 这个房子只能你自己住 啊 也不合租也不那啥 好吧 啊 好看好看 十五非常美 家伙们 我今天就是因为我来的有点 有些晚了 既然今天是桥前大喜 我刚刚也慌慌忙忙的去 他说你现在的房间 放在我这个黑色的口袋里面的 我也给十五就是带了一点点 就是说有一些非常有寓意的 就是搬家的时候需要买的一些东西 也是一个好的征兆 我我只要拿出来 你们就帮我把这个寓意打在公平上 好不好 哈哈 啊 因为因为今天桥前大喜嘛 然后说就是就是说实话 就是一点水果而已 哈哈 水果而已 你猜猜都买了些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 嗯 我现在放在我黑色的口袋里面 免得待会儿就是十五 不能不念啥 给十五买的房子吗 不是不是 就是十五搬到这个家 家里面了 这个房子十十五有无限的食用权 啊 只要他在这个公司上班 他就可以永远都在这里 因为这个离公司很近 就是白大哥就是中午会在这里 午休偶尔会在这里午休的一个地方 然后也是他的房子 开卡了 不不会吧 开卡了 不会吧 家人们 不会吧 因为我们现在家里面是有WiFi的 平时在外面播的话可能会卡 现在有WiFi应该不会不会卡啊 不会卡 首先我刚刚刚刚家人们 我刚刚把第一个就是买了一袋米 一个那个油放进那个厨房了 然后你们知道这个寓意是什么吗 米 你们知道这个对米和油 刚刚我放在那的 米 米和油对 就是 年年有米 年年有米 年年有饭吃 年年有饭吃 也可以 年年也是食物的拥有权 对对对 没有 是一食无忧的意思 家人们全品打下一食无忧几个字 好不好 也就是希望食物就是在进新家以后 我们 我们就是一个美好的祝福 对不对 就是一个风衣族食 对 一食无忧 啊 全品打一食无忧好不好 啊食物很像龟蛋的娘娘 贵婚娘 啊 真的吗 像什么贵婚娘娘 对全品打下一食无忧 因为今天食物第一次到这个新家里面来了 然后我们也把一切美好的祝福都送给食物啊 乔迁大喜嘛 对不对 这个新家里面第一次跟大家直播 以后你们就可以经常看到食物在这个家里面给大家直播了 对不对啊 你们你们觉得这样好不好 就在这个家里面给大家开直播这样好不好 食物也方便很多了 然后啊网络也不会再卡了 哈哈哈哈 对 在外面的话老师网络会很卡 嗯 食物给做了什么饭 今晚上今天那个本来我买了很多菜 然后没有做成 因为就是临时白大哥有事嘛 对 然后就没有做成 对 家人们就是就是真的不好意思 就是昨天我说过了要给大家开直播说分享 食物今天做饭的全部过程 然后给我做饭 就是在这个家里面给我做的第一顿饭 我说给大家直播分享的 但是因为我的原因 我没有办法准时到位 我把大家水了 我把食物水了 我在这里给大家道个歉 因为我临时有一个重要的合同去签 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希望大家能理解啊 希望大家理解 好吧 可能以前如果我没有上班在家农村待着的话 我可能不太理解 但是因为现在我也是一个工作的人了 所以说我很能理解 不是说也可以算食物的家 这里就是食物自己的家一样的 就是你不能只为我一个人那个 你要养公司下面很多人 所以说我很能理解你的 对 今天因为这个合同也比较重要 你们能理解吗 就是凌迟 就是把时间约到今天了 我们就没有办法 就那啥 虽然我有点失落刚开始 对 我马上期待了 我把第一个水果拿出来 哈哈 六月快乐 对对对 今天六月儿章节 这是什么 哈哈 成双成对 哈哈哈哈 这是平衡 全品打平平安安 哈哈 平平安安 全品打一下好不好 像这样这个 全品打平平安安 我们把这个美好的寓意 就是说 呃 虽然是 只是水果吧 对班金西家 我们希望就把这个 所有美好的寓意都 给 十五 然后也给咱直播间的所有家人 好不好 平平安安 对 平平安安 我的天 我们才开播一伙会儿 然后六千多人了吗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捧场 祝我们直播间 所有的人平平安 咱们直播间 现在家人们 我们把这个箭头 帮我们分享一下 好不好 帮我们把这个直播 直播间分享一下 分享到咱们的朋友圈也好 分享到咱们的 呃 家里面的微信群也好 或者是你的 呃 什么什么群 家里的群也好 或者是生活聊天群也好 都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 直播间 哇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现在好多家人在帮我分享 我们这儿就可以看到 随随随随帮我们分享到这个直播间 对 啊 谢谢 谢谢 希望你们就是呃 直播间的家人们 还有我们的家人们 嗯 我们都一辈子平平安安的 对 然后我们把点赞冲到五万去 好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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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平安安 啊 接下来吧 呵呵 接下来 接下来猜一猜有什么 接下来说是什么 哦 都是水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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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哈哈 哎 来吧 拿出来 哇 叮噔噔噔 哈哈 火龙果 也是都是吃的水果都是吃的水果 火龙果是 嗯 红红火火 对 家人们满屏 红红火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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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我们 希望我们就是食物在这个新家一切都红红火火 也希望咱们直播间现在马上七千人了 七千人咱们的所有家人们也都在新的一年里 今天也是六月的第一天啊 然后我们希望六月集以后的每一天都红红火火好不好 啊 哇 家人们才想起来今天真的是六月第一天就是还是儿童节 我们家里面有小宝宝的就是说有宝贝有儿童的然后有小孩子的我们全凭打一波节日快乐好不好 我们全凭打一波节日快乐也把这一份祝福送给我们就是所有的小儿童 我觉得我们应该所有的人过儿童节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人老心不老 人老心不老 对呀 那就祝食物儿童节快乐 可以吧 我说祝你也节日快乐 祝我也节日快乐 食物儿童节快乐 对我们我们祝食物儿童节快乐 我们全凭再打一波儿童节快乐好不好 全凭再打一波儿童节快乐 祝这个小食物小儿童节日快乐 不不祝我们所有的人儿童节快乐 是吗 那我也祝你儿童节快乐 我是 谢谢大家 我 我都想我都想过父亲节了 父亲节马上到了 但是现在没有办法 明年不知道可不可以 哈哈哈 我就不要说啥了 儿童节快乐 恭喜你吧 那就 红红火火 红红火 对 红红火火 我们满屏再把红红火打一波 这种因为美好的寓意 就是这一番寓意就是在食物 因为今天搬进新家 但是你这个吃不完吧 第一次跟大家见面 然后我们也满屏把红红火再次送给食物 好不好 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 红红火火平平安安 对因为 不仅要食物一个人红红火 我们大家都要红红火 我们所有食物店家人们都一起红红火 好不好 好 好 当然好 红红火火谁不接呢 对 好的寓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的天 谢谢大家 食物是哪里的 食物好可爱 有没有 新进来的 我们新进来的扣个一 然后一直关注食物的扣个二 新进来的 我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是四川小年山的 然后我叫食物 我姓吉日 我叫吉日食物 很高兴认识大家 谢谢你们的来看我 在茫茫人海当中 现在有这么多人 就是在直播也好 什么也好 我觉得我们能相遇 就是一种缘分 我觉得真的很开心 谢谢你们 然后新进来的 可以给我点个关注吗 在这给我点关注 然后点个粉丝灯牌 肯定可以的 相遇吉日圆 谢谢大家 你看茫茫人海中 我们能在这个直播间相遇 现在咱直播间八千四百人 多人马上八千五百人了 你看说八千五百人 有八千五百人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相遇 真的一切都是缘分 你第一次刷到我们 那以后一定会更多的刷到我们 就像我们的直播间 很多家人一样 我们的老粉丝一样 每一次我们直播 他们都会刷到我们 然后来支持我们 来鼓励我们 来给我们互动 谢谢谢谢 吃过了的家人们 没有就是 我做是做晚饭 但是白大哥没来来吃 因为他临时有事 对可以的话就在帮这帮我们加一个粉丝团 点亮一下灯牌好不好 家人们 然后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主页 去有两个预约链接 我们可以把那个预约点上 然后到时候会有惊喜给大家 要不然你在下面也给大家谈一下吧 十五你的性价信号真好 信号真好不再卡了 就是就是关注了十五比较久的 那个哥姐们都知道 我们平时在外面播的话 就十五直播老是卡 因为经常就临时 哎呀想起来就给大家开播的时候 就非常卡 对今天就终于 因为在外面的话 就是说信号不稳定 一直都不稳定 对家们 现在下方有个小白色的天子 那一天会有很多惊喜 然后的话你们可以点下预约 不然的话到时候就错过了 一定要点 一定要点 现在下方有个白色的链接 这点上预约 没有点预约的 一定要点上预约 晚上好 晚上好 家人们我们全屏再次打一波 晚上好 马上破一万人了 咱直播间马上破一万人了 才开播十几分钟 我们才开播十几分钟 谢谢今天上任真的很快 因为十五搬进新家了 所以是一个开心的日子 所以说我们也满屏再次吧 开开心心 也打在公平上 因为在哪 因为在这下方 也可以点进主页那儿去 对 点我们头像 然后有两条预约 两条预约同时可以点上 对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祝大家 不对 祝大家恭喜发财 是这样是吧 那先把这两个美好寓意说吧 祝大家平平安安 红红 对 恭喜发财 家人们 想今天晚上想让十五在这个新家里面给大家手唱 手唱 想听十五在这个新家里面手唱一首歌的 来 呃 扣一个一 我看一下有多少家人想想想在这个新家里面让十五展示一下歌喉 你是我师父对不对 嗯 你是我 你是我大哥对不对 嗯 对吧 那你今天 嗯 是不是 放鸽子了 嗯 我我放 就是说不算放鸽子 我这个不算放鸽子吧 等一下 我问一下 这家们就是本来昨天都说好了 嗯 就是嗯 今天我在家里做饭 然后等白大哥来吃 结果白大哥临时有个那个协议那个合同需要签 然后没办法走不开身来 所以就没办法嗯 到家里来做饭吃了 那这个是不是叫那个嗯 放鸽子 嗯 是不是啊 放鸽子 对啊 我这个这个不叫放鸽子 那就叫啥 这真的就是就是说实话 你今天真的对不住 我我在这个地方给给大家道一个歉 为什么呢 因为真的就是昨天我说好了 你看是的 信誓旦旦的给大家说好了 今天下午从买菜开始 但是我们说是买菜的话就不直播 但是我说好了从买菜开始陪着十五一起去买菜 然后呃过来十五做在这个新家里面做第一顿饭的时候 我给大家直播全程直播的 但是现在我们在这既然开开直播了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开开心心好不好 他们说是小白哥 哈哈哈哈 我在这里我这样说没关系吧 那个我们现在是在没有在公司里面 他们他们理解我呀 家里面全凭大一波理解给十五看好不好 你也理解我 我理解呀 但是还是算小白哥 嗯小白哥啊 他们说的那个家人说的不是我说的 你不是叫我白大哥吗 怎么比如说变成小白哥了 你又放鸽子来呀 大白哥啊 大白哥 哈哈 那你是大白哥 零几万岁零几万岁对 家伙们我们把点赞冲到十万去好不好 哇直播间一点一万人了 马上破一点二万人了 欢迎大家 家伙们我们再次打一波 乔迁大喜好不好 十五乔迁大喜啊 十五乔迁大喜 今天真的是一个开心的日子 虽然我把 就是把这个和大家见面的时间推迟了一点点 但是还是如约而至 在这个新家里面跟大家见面了 还是总体来说还是很开心的 对不对 对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我今天穿的衣服 对我们全屏打一波恭喜恭喜吧 就是恭喜十五乔迁大吉啊 这边一点一万人了 我的天 我住着跟阿姨住着 你觉得怎么样 怎么样 我想问一下 就是如果有哪些工作我没做好的 你一定要跟我说 你不要害怕 阿姨住着 阿姨平时不住着 她只负责来打扫一下 那你住着的话 就有生活栖息在这个家里面 一下子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我觉得 就是家人们